今天教大家做一道非常适合夏天喝的汤,速下丝瓜汤,首先将削好皮的丝瓜去掉头尾,将丝瓜切成四半,把比较老的羊去掉,然后斜刀切片,准备一点姜丝,把泡好的木耳根部掰掉,绣针固丝成小块, 今天用到的是齐扇斑结素虾,起锅下油,将绣针菇炒出香味,下入素虾,将丝和木耳继续翻炒,将食材炒香后倒入开水,稍微煮几分钟后加入一小勺糖,一勺齐扇松中鲜,一小勺盐,把丝瓜放进去煮开就完成了, 丝瓜一定要最后放,这样才能保住它的鲜甜和爽脆的口感 糖碗放点胡椒粉,芝麻香油 丝瓜汤煮开后就可以出锅了,丝瓜清脆汤水清爽,一道超适合夏天吃的素虾丝瓜汤就完成了 快来试试吧